各位學員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來跟各位做案例分享 那我們今天 主要會分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台達電子瑞光大樓2 再申請興建建築能效E E Plus的這個靜寧建築認證以及靜寧建築認證的過程 以及 第二個案例分享是納馬夏名全角 申請LEAD認證以及LEAD ZERO Energy認證的這個案例分享給各位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個人 我本身是台北科技大學基電科技研究所人員組博士班畢業 本身專業證照有LEAD AP 為了AP高考冷凍空調技師以及相關的一些證照 在綠建築實際上我們在認證顧問團隊的合作下 我們已經幫台達電多個廠辦 也申請了很多相關LEAD的認證 以及台灣綠建築的認證 以及外部客戶的一些相關認證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大概幾個認證的這個場域其實都不太一樣 有的是新建建築有的是既有建築或者是有一些是電腦機房 那給我們今天相關的一些介紹我們後續跟各位做分享 讓這個所謂運行過程當中不要讓這些所謂設備超過原本自訂的這個能量 就是自訂的這個耗電量或者是我們講的這個EUI這樣 所以確認了這個高效率的用能透過能源管理系統能夠確保所有的這個用電以及用這個碳能夠達到最低的這個碳的效果 我們現在來跟各位介紹我們主要這個案例分享 那我們台達電子的瑞光大樓2這個目前有申請新建建築能效1plus以及淨寧建築認證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在剛有簡單跟各位介紹台灣建築能效評估它事實上在我們在這個認證體系裡面呢 它是有兩個部分一個是新建建築一個是既有建築 所以你可以去挑選你是新建建築或既有建築然後去做一些能效標示的一個申請 那我們台達瑞光大樓2它是新建建築所以可以看到這個選項1 那這個可以看到選項1呢我們可以看到有8個等級 從1 plus到7所以有8個等級 各位可以看到所以我們這個等級的越低就是所謂的 比如1 plus它就是越節能 那1 2 3 4 5 6 7就越越耗能 那其實等級在4的這個位置它就是等同是濾建築的部分就是節能20% 所以你如果是建築能效標是達到4的話 大概就是綠建築合格級而已 那你在往上的話就是代表我們講說什麼銅級、銀級、黃金、鑽石等等這樣 那可以看到右手邊是既有建築 其實做法是一樣的 只是差別是在於說新建建築跟既有建築的做法是 新建建築是用評估計算的方式 既有建築它是用那個墊表呈現實際呈現 所以這兩個的差異是在這邊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棟建築是瑞光大樓2的這個建築外觀 所以可以看到它是很漂亮的玻璃帷幕 具有科技感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整個大片的落地窗 它其實是它有很好的視野 那我們這棟建築可以看到 上邊我們有放了幾個認證標牌 我們大概目前已經取得利的白金級的認證 以及台灣綠建築鑽石級 以及靜靈碳建築OnePlus 以及靜靈建築ZERO 那我們大概第三季會取得WELL 以及第四季會取得智慧建築 所以我們這棟建築大概會以這樣的一個多功能性的智慧健康律建築的一個算是認證來做為一些宣傳 或者是我們標竿大樓的認證這樣子 那這個園區導覽我們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是整個建築分割基地面積是1901.6米平方 那整個建築面積是1070.3米平方 那我們建築率大概是56.28% 它是在科技工業區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大概 原本它是在這個既有大樓 就是我們總部大樓的左上部這邊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我們的這個停車場入口 那有很多紙栽 那很多紙栽都在人行道或者是我們建築物的側邊 這個是我們在綠化上有一些 不管是橋木的種植或者是灌木的種植 或者是花草的一個景觀的一個配置 都可以或者是我們屋頂也有 那我們這邊都可以看到 好 那可以看到我們在申請這個靜寧碳建築的同時呢 它必須要去做建築類別的分區 那我們這棟建築物 地下有三個樓層 是停車場 那地上有十個樓層是辦公室 所以我們在整個新建建築的這個建築能效 標示的評估裡面呢 可以看到辦公區 我們還有附屬空間 我們大概是把它歸類在V3跟V4 那整個面積大概是8000多米平方 那免平沽分區呢 我們主要是分為停車場以及那個屋凸的場域 這個是比較不是長站空間使用的 所以是免平沽區 大概佔了4000多米平方 那我們整體的這個本案的EUi 大概計算是97.15 那我們其實都遠遠低於這個2022建築製造的EUi的140多的這個目標 所以我們目前算起來分數都還滿不錯的 那我們在計算總體的靜靈碳建築 整個分數是96.68 那當然我們透過這個優惠 其實綠電的優惠以及這些再生能源的抵銷 所以我們大概 我們就是獲得這個 這棟建築獲得one plus 靜靈碳建築的這個表彰 那我們在申請這個塔蘭綠建築的 的這個同時 事實上我們是有 不只是透過這個外殼空調照明 或者是我們講的能效標示的評估而已 其實剛剛有提到說我們還有評估像綠化 或者是CO2減量廢棄物減量以及事實環境指標 水資源 污水垃圾的指標 那我們在申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有先透過 候選證書的這個評定 那當時我們是取得黃金級 那在2023年我們剛好 這個 建築物竣工之後我們申請標章 是採用2023版的這個認證版本 那我們在認證的過程當中 去做一些就是所謂的評級 那我們最後是獲得這個鑽石級的認證這樣子 所以給各位做參考 那我們在外殼節能效益上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又做了很多 就是節能手法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做了很多像屋頂格勒 或者是我們有做了自然通風的通風窗 因為我們這棟建築物雖然在立面是有大片的落地窗的玻璃帷幕 它是不能開窗的 但是我們在做我們在側邊 我們透過建築物能源模型做一些 就是所謂的 動態建築物能效模擬的方式去 讓這個建築物做 所謂的善用它的所謂的北向跟南向 去做自然通風 那達到一些 就是我們講的 就是多利用中間季節的這個 低溫 外氣低溫的這個 外氣溫度 讓它引進室內 那這樣可以讓我們整年度的這個用電 達到最低的效果 那最終我們在屋頂 設置的就是 符合就是法規的要求 以及我們設置面積的這個綠電 以及我們屋頂有一些景觀 那最終我們透過 這個綠電憑證的方式來達到 所謂的淨寧建築的申請 那在空調節能上呢 我們首先剛剛提到說 在設備上我們做了很多 就是高效率的節能設備 那我們也採用了很多這個 台達本身自有的這個高效率節能設備 包括我們利用了這個 空調常採用的這個台達的這個 變頻器以及PLC 那以及用了這個全熱交換器 達到這個空氣置換的效果 那也利用了這個高效率的 EC風車或者是永時馬達 那再搭配這個 樓宇監控系統 以及能源關係系統 能夠達到這個節能效率 那各位可以看到右上角這些節能效率 其實都是透過這個 剛剛介紹的這個建築能源模型 去做一整年的這個建築能源模型 得到的這個節能效率 那可以看到這個節能效率 部分不高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這個建築的採用率的問題 以及這個樓地板面積設置的這個面積沒有很大 所以我們在這個看出來的這個節能效率就沒有想像中那麼高 但實際上它針對這個整棟建築物的節能效率是 累加的這個的效果是蠻不錯的 是整棟建築物的節能效果都至少超過30%以上 那我們在照明的節能效率上 我們採用了台打的節能標章的燈具 還有以及我們做了時程控制 人員感知周光控制 所以在這一塊我們在員工的這個 不管是眼睛或者是員工的這個辦公的工作效率上 都可以提高之外 其實主要是能夠達到這個節能的效果 那這個節能效果我們左下角可以看到 這個倒三角形就是我們常在講的 就是透過這樣的皺光控制或者是人員控制 能夠節省蠻不錯效益的這個節能效果 所以這個給各位參考 那我們案例分享二是針對這個納馬夏明犬古老的這個 立的認證來跟各位做分享以及立的ZERO 納馬夏明犬國小 我們在2011年就完工了 那是由九點建築師事務所來做就是設計規劃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納馬夏它事實上是在高雄的賈仙 在算是蠻高山的 我們曾經到這個學校 其實我們可以很明顯感覺到這個神經氣爽的一個環境 然後先天獨厚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學校 那透過當時是因為有莫拉克風災的原因把這個學校給摧毀了 那也透過我們台達文教基金會的一個就是算是贊助以及幫忙 那我們也把這個學校做一個重新建制這樣 那這個建制可以看到它是平常或者是應該是說在平常的情況之下 它是可以讓學生在裡面上課 那在假日的時候它就是變成一個大型集會場所 可以讓當地的住宅人民能夠舉辦活動 或者是辦一些就是重要的慶典 因為我們畢竟是原住民的一個山區嘛 所以它會有很多慶典 那當發生災難 所謂災難就是颱風來的時候 或者是地震的時候 那人民都可以來這邊做一個安置 那我們這棟建築物因為本身有很多發電機 或者是再生能源的電力系統儲能系統 所以它可以儲備蠻多的這個電力系統 跟儲能的用電系統 所以它能夠變成適合蠻多 就是我們當作避難收容處所 跟各位做簡單介紹 那我們這個民權校 它在綠建築認證的足跡所謂的過程 它在2011年在申請就是建造始造的時候 它其實就已經申請到綠建築鑽石級的標章 那在2020年6月的時候 我們有申請LEEDOM 就是EVOM既有建築的註冊 那在2021年的2月 我們有拿到這個LEED既有建築的白金級 那在2021年的11月 我們透過這個再生能源的置換之後 我們也拿到亞洲第一個校園的LEED ZERO ENERGY的認證 這個給各位分享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既有建築O加M LEED O加M跟LEED ZERO ENERGY的這個綜合效益 其實雖然它是既有建築 可是雖然它跟這個建築材料關係連結沒有那麼高 可是因為它是既有建築 它是跟用電有關係 也就是說用電關係 但是你如果空調耗能很高 那你就得必須要 剛剛提到了 你就必須要採用更多的再生能源來抵銷嘛 所以我們在先天獨厚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建築的外殼上就有一些高性能隔熱的建材 那再搭配一些空調節能 高效率的節能設備 以及這個用電設備 然後能夠達到這個 所謂的就是滿足LEED的分數 那在獲得這個認證的級別之後 再去申請這個LEED ZERO 那可以看到說 我們在申請既有建築的情況的認證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關於設備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認證條文 那可以看到說像第一個部分是採購燈 那燈是LED燈 這個部分也可以加分 在這個進階冷媒管理也可以加分 所謂進階冷媒就是空調的設備 它的冷媒是不是採用DGWP的冷媒 它也可以加分 有沒有自然採光 優良視野 再生能源 探補償 或者是高效率的高階人員計量 就所謂的能源管理系統 那有沒有持續性的這個commissioning 或者是做一些改善 或者是我們的虛量控制 這個都是能夠讓我們的LEED得分 或者是我們後面的LEED ZERO 做抵消的時候能夠達到最高的效率這樣 那可以看到這張照片 它是我們的這個交學樓 那我們的這個交學樓的屋頂 或者是我們後半部 後半部的那一棟是圖書館 那這兩棟建築物的屋頂都是用木造 木造的這個屋頂 前面這一棟交學樓它是用鋼構的 那鋼構的上方才是用那個木材的屋頂 那在圖書館的部分是全木造 所以我們等一下後面有一些照片 可以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可以看到說我們剛剛提到說外殼耗能很重要 所以我們必須要利用高隔熱性的這個建材來做主角 所以我們在這個圖書館的屋頂隔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還有這個交學樓的屋頂 我們的熱傳導係數是在0.24 就是每米平方它有0.24瓦的這個傳遞 但是實際上我們的標準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標準 在2012年的11月以前是標準是1 所以那以前的這個標準沒有很嚴格 但是我們自己本身就把它做到0.26 所以其實接任率相當高 那在2012年的11月之後 我們這個建築紀錄規則就把它提升到0.8 所以也就是說你一定要小於0.8 你才能夠取得建築實用執照 那當然我們在這個H-ray的AEDG裡面的這個 Lead Energy for School of Building 它也有要求 它就是希望你能夠達到0.27 所以剛好我們在0.24跟0.26都是能夠滿足這樣的條件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我們這個棟建築物 它在就是所謂的低碳排或者是輕量化的設計 剛提到我們是採用木造以及鋼構 所以在這個綠建築我們光在這個製造 以及當地組裝的這個碳排就可以節省了不少 所以在這麼高的山區 它要做這樣的一個建築 其實它是能夠達到快速 又能夠降低這個在製造過程的這些碳排 那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屋頂格勒 剛提到說它是木材 木材格勒 但畢竟木材格勒它的格勒效果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一些阻絕產品 那這個阻絕材料就是我們利用的這個木質纖維 那木質纖維包含空氣層的阻絕 我們就可以達到這個屋頂格勒0.24 0.24的這個效果 那再來就是這個圖書館 我們這是木造的屋頂 那也是透過一些延綿 而達到0.26的這個格勒的效果 這個給各位參考